阿龙哈,大家好,我是Alice 在我做完评价包包之后啊 前几天我收到了这样的一条私信 自己住这么大的房子 给粉丝推荐十几块钱的包包 这样的up真的是爱了爱了 住大房子就不配买淘宝了吗 你们瞧不起谁呢 还有说 哎,不敢背便宜的包包 衣柜里最差的包包也是coach 我天哪,我炸了 您的身子是金子做的吗 对便宜的包包不明 便宜的包包会腐蚀您的身体 虽然我火大的啊,是这条说 哎,啊,肯定就拍视频看看 私底下自己肯定根本就不掰 我炸了,我炸了,我炸不是弃评论 我是弃留下这些私信 看不清现实的小火把呀 还沉迷在消费主义陷阱 带给你的美好幻想里 但是我也看到了曾经的我自己 正好我之前十年的几视频里面 提到过关于我曾经年少无知 沉迷奢侈品的经历 然后当时也是引起了很多小火把的共鸣 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 关于要不要用奢侈品 还有我自己为什么不怎么买奢侈品了 开始之前开始之前先说一下 这条视频呢主要是针对 像曾经的我一样 经济不怎么宽宜的学生党会 刚开始上班的上班族 如果你是福布斯在桃公主 日入百万的话 这条视频可以自动忽略了 那我们直问主题 首先呢弹幕做个小调查 你们有没有买过奢侈品 如果买过的话 你的衣柜里不管是包包 还是衣服有几件奢侈品呢 我曾经刚上大学的时候 就特别特别想要奢侈品 你们都难以想象那种 就我上课都听不进去 都爱查各个品牌的包款鞋款的功课 然后买了二手的之后 同学问我还不好意思说 因为怕被笑话 当时为了存钱买我想要的包包 我有多疯狂呢 就我们需要有食堂有饭卡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 但是我竟然从来不往里面存钱 我把这个卡锁起来 我也不和别人一起吃饭 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省钱买我想买的包包 可能这也是我这么瘦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吧 当时呢我一个玩得很好的闺蜜就超级白富美那种 她人特别佛系 在国外留学 买奢侈品呢就像买菜 有一次聊天 她说她爸妈太忙了 然后飞去某个城市 我说干嘛 旅游啊 她说 不是 收房子 啊 她当时说收房子的语气啊 就像去超市里买根大葱一样平静 那件事情对我的世界观感变真的特别大 就我突然发现人和人之间的差距 在你看不到的地方 真能大到超出你的想象 就算我们俩背一样的包包 但是这个包可能就是她几顿饭钱 但是可能是我省吃点用几个月买的 他爸可能上网来收里都收好几个iPhone 我上个月我爸过生日 我送了他一个MacBook 让他别再用我初中时候淘汰下来的旧电脑炒股了 我爸都过发了 十几条已经轰炸 我让我退了 跟我说他新买的iPhone挺好用的 我就问自己 背这个包我配吗 可能有人会说啊 哎呦不就背个包吗 哪有这么深层的含义啊 我之前做评价包包的时候说过 就我记得我妈跟我说过 人年轻的时候 一定的奢侈品呢 是会让你更有自信的 等到老了呢 反而不需要这些东西了 因为你的阅历和你的社会价值 已经让你内心强大到 不需要借助这些东西来寻找自信了 就好比你背在爱马仕 去小商品批发市场 就算它是真的 人家也觉得是假的 你开个宾利背个假爱马仕 去谈几个亿的项目 就算是假的 在评本穿过一件Bubbery的风衣 在加世德拍卖了 68750英镑 大概是人民币60万 可能有人觉得 哎毕竟它也是Bubbery的嘛 那乱世佳人丽穿过的一条裙子 2015年拍卖了 13万7千美金 大概呢不多 也就是88万人民币 这件戏服呢 是20美元买来的 在拍完乱世佳人之后 被丢到片场 差点就被丢进了垃圾桶 它能派出这么高的价格 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费人丽在乱世佳人丽穿过它 所以呢 当你能力变强之后 你就算穿个麻袋 别人都觉得你只是喜欢低调 讲到这里我突然悟了 我发现我最想要收集品的时候 反而是我没有开始工作赚钱的时候 因为当时的我啊 一事无成 屁都不是 所以呢 我急需一种物质寄托来 让我感觉到自我价值 非挨斗腾宽 感觉自己好像要明星 又近了一些 但其实你可能不知不觉 就陷入了贫穷陷阱 这是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在贫穷的本质这本书里 提出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很多人并不是不能颠覆予 而是没有能有效的利用资源和留存收益 这就比如曾经的我 一月初拿了工资 拿了生活费 得劲 买商鞋 买个包 一半没了 这时候呢 你就相当于百钱花在了既时满足上 但是养成这种习惯之后呢 这种既时满足就像玩老虎鸡一样恐怖 我还见过有的妹子啊 当然也有男生 觉得背一个大牌的包包 冲上大牌的鞋 高富色白富美 就能被她的品位折服 从此上演霸道总裁 爱上我的戏码 但是现实往往可能有可能是 你遇到的也是正想帮个富婆的小白脸 虽然我记忆深刻的是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那时候我刚开始兼职 一个小时的工资就是最低工资标准 然后我进上去上班的时候 会背一个Celine 就之前和我那个秋千包 还有小奶奶的流浪包 但是呢我老板 她背的是一个特别朴素的MK 她是一个事业特别成功的女性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被同事老板问起这个包包的时候 就完全没有骄傲开心的感觉 反而是一种很胶着的感觉 因为我同事老板都知道 我赚钱是远远不够负起这个包 那这可能是要么你爸很有钱 要么你的男朋友很有钱 但是这两种都不是我橡皮 对我的印象 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 我没有底气背这个包去上班 后来他们也在我的衣柜里落灰了 虽然我一直说鼓励大家穿起想穿的 不用在乎别人的看法 但是工作我觉得是另一码事 因为你的老板同事 是有可能会改变你的职业生涯的 除非你真的对这份工作一点都不在乎 如果你对他们的看法也是 Oh I don't give a shit 的话 那宝贝 我真的希望你是万里挑衣 各个公司都抢破头的人才 不然你这个职业生涯 我真的是有点担忧 还有一个很现实的事情啊 就是那些咬牙买下来的奢侈品 其实现实中反而背的几率很少 不知道我是不是一个人 因为每次我出门想穿它 或者背它的时候就想 万一弄灶了呢 等下次有更重要的场合的时候再用吧 然后明日复明日 最后呢反而是我衣柜里面吃灰最多的那个 当然呢有几种情况是例外的 就是你本身就特别特别热爱时尚 热爱的不行 热爱的是金钱如粪土 或者你辛辛苦苦学习工作 然后就想奖励自己一些 再或者你的工作有一定的着装要求 就是来显示你公司的实力 那这时候就是另一码事了 那你就不是在消费奢侈品 你是在投资奢侈品了 再或者你本来就身家过亿 福布斯再逃公主 或者是三十二一里顾家那种 需要靠一个爱马仕来打入太太圈的 当然这种的话 我相信你也不会点进来看我这个视频了 其实奢侈品就是一种心理学 很多人希望通过奢侈品的这个logo 来寻找一种社会认同感 但现实是买超过自己经济能力的奢侈品 往往都会适得其反 因为大家都喜欢那种 本来以为是个青铜 结果没想到是个王者的感觉 但是奢侈品的logo往往第一印象 会提高别人对你的期待 结果就是 本来以为是个王者 结果是个青铜 而且我在评论最经常欧巧 我把说的一句话就是 money can buy taste 钱买不来品味 虽然郭老师是我的男神 但是我还是忍不住放出他的照片 虽然都很帅啊 但是你们觉得哪个看着更舒服呢 反正我真的觉得 郭老师穿相声服 简简单单的看着最大气了 贵的也不一定就好 尤其是对于穿搭这一块 在服装行业工作的小伙伴 应该知道奢侈品的比价有多可怕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我现在上这套裙子多少钱 这个是我昨天刚买的 三二一 它是140块钱人民币 你们觉得值吗 反正我真的觉得 看着一点都不像140块钱 机器说啊 我还听过有人说 奢侈品的质量就是好 一分钱一分货 过来人的血汗惊艳 我当时就是听信了这个话 买了一个Gucci的小钱包 用了第二个星期 就掉了两钻 我之前发现 这就是很多人 对于奢侈品的刻板印象 今天建议大家看一看 影响力这本书 里面有一个故事 就是说一个 在景区的宝石店的店主 他有一匹绿宝石 一直卖不出去 有一天呢 他出城就很仓促 写了一个纸条 跟店员说 所有的绿宝石都半价 但是呢 因为他的字迹太潦草了 店员以为是 所有的绿宝石两倍价格 但是没想到 这个店主回来的时候 所有的绿宝石都卖完了 就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人 从小都是在 一分钱一分货 这种观点里长大的 尤其是在不熟悉的领域 很多奢侈品牌 也是看中了这一点 所以不管经济而来经济差 反正各大奢侈品品牌 年年涨价 就是吃准的这一点 但是奢侈品的质量 真的好吗 买过的小火把啊 可以在弹幕分享一下 你们的经验 还有一种真的很好奇的问题啊 就是我发现 很多人对于便宜的东西 反而会更苛刻 就我做包包 大家经常会说 这个抄了哪个牌子的设计 像有一些可能 它抄的硬膜一样 那真的是我的锅 没有检查到位 但有一些 它可能某些元素相同 但大家也会说 这么便宜就是抄了大牌 所以我一度不太敢做评价分享 因为我怕被扣上 支持山寨的帽子 当时我查到的时候 发现好多奢侈品牌 也会互相抄元素 但我从来都没有听到过 有人来谴责他们 奢侈品互相抄 就是顺应流行趋势 这就 就 就很双标啊 还有谁 还有王法吗 还有法律吗 但是呢 这有一种情况 我是会买奢侈品的 就是它的设计 真的让我一见钟情 特别的好看 而且没有平替 但是这个情况 最近两年还没有发生过 还有呢 就是送礼物的时候 因为我真的 我就是一个俗人 我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就会想给他花钱 不管是朋友还是父母 因为我真的觉得 喜欢这个东西 太难量化了 到底怎么让我喜欢的人 感受到我的喜欢呢 如果我特别喜欢你 但是你过生日的时候 我送你一套 楼下五块钱的煎饼果子 就算家里啊 但感觉好像也还是怪怪的 所以虽然我平时 自己不怎么用奢侈品啊 但是在送礼物的时候 刷卡的那一瞬间 我心疼那一刻 就代表了 这个人在我心里 真的很重要 但是啊 但是我可能是错的 我可以是错的 这个只是我自己的想法 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啊 也欢迎交流 说回为什么 我从来都不推荐奢侈品吧 第一就是我自己都不用的东西 我怎么推荐给别人呢 上回我拍视频 摆了一条裙子 当时试的时候 吊牌上没有价格 说到这我真的好想吐槽 为什么会有商家会喜欢 吊牌上不写价格呢 您是等着社恐开口问吗 有多少和我一样 问价格的时候 会特别局促的 小伙伴 弹幕可以抠个一 这就是为什么 我越来越喜欢网购了 继续说完 那条裙子 好看是真的好看 工作以后啊 其实我有时候觉得 自己也算是一个 小气的小夫婆了 结果结账的时候 POSE机闲事快 4000块钱 当时Michael在我旁边 觉得 但是我骑虎难下 我就结了 回家的时候 我真的整个人 都现一种疯狂的自责 就是我和我朋友 就说我真的突然发现 我对穿搭 没有那么的热爱了 我只喜欢不贵 又好看的衣服 就是哪怕它再好看 但是它很贵 这个衣服 在我心里就 就怕死了 就怕死了 所以我经常做穿搭 处理一些小众设计师 也会分享一些 便宜评价的东西 但是特别便宜的分享 确实会遇到 有时候会有山寨的嫌疑 这个我之后 也会努力的避免 最后呢 我想说 其实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其实我们接触到 社会更加的扁平化了 就是我们有机会看到 我们很多 自己的生活圈里 平时看不到的生活 好像离很多明星啊 富豪的生活 也没有那么远了 我还刷到过 20岁怎么赚到一个亿 闺蜜约好 一起拿爱马仕 喜马拉雅 喝下午茶 这种帖子 我飘了 我膨胀了 我居然还点进去看了 但是最后 吸引我的 居然是热评第一的小姐姐 我觉得太喜欢 有趣的灵魂了 所以之前呢 我看一个问题说 为什么很多年轻人 会觉得100万 听起来很少 但是却拿不出1万块钱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 这种环境 很容易模糊 我们对金钱的概念 当然了这期视频 只是我一点点 对于社会的想法而已 别杠 杠就是你对 我这期视频 也是想跟我 有一样经历的妹子 来分享一下 我的一些想法 最后呢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可以给我一个 关联 或者点一点左上角 或者右上角的关注 希望各位小伙伴们 都能有开心的一天 那我们就再见啦 拜拜